咱们海外华人都有亲朋好友在国内 这个雾霾是个很现实的事 今年你也提到了很多城市是跨年霾 那就是说这个灰霾天体 它实际上是从去年年底延续到今年年初 刚刚呢国内还公布了第一个大雾红色警报 当然这个警报公布出来以后呢 很多人是质疑认为这是春节维稳 就是在中国新年之前 它是把这个空气污染的描绘成雾这种自然现象 那很多人在质疑这个事情 所以呢现在雾霾这事啊 咱躲也躲不开了 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安全和健康 往大处说呢 它关系到子孙后代 关系到国运 所以我觉得啊 咱们新年第一期节目 新系故国 这个事情还是值得一说的 那这个开始话题之前呢 我想咱们得先说清楚啊 雾霾雾霾 咱们说的是霾不是雾 就在昨天呢 我在网上还看见有人说 说这个伦敦也起大雾了 这个雾还很大呀 连这机场航班都延误了 所以这么看起来呢 这个雾霾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啊 全世界都有啊 西方有些地方还很严重呢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雾都呢 是吧 我觉得呢 咱们这代人呢 也算生而不幸 碰到了个五毛这么个现象 你不想看他吧 还经常就躲不开 他经常就跳出来 做一些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的表演 我说呢 你说的对 只不过呢 伦敦这个雾啊 还是小雾 想当年在东汉末年 赤壁大战的时候 在战场上也起过一场雾 诸葛亮利用这场雾 还设计了一个节目 叫草船借鉴 从曹操那儿呢 骗来了十多万只鉴 要比起来呢 伦敦这个雾啊 还恐怕真是小儿科 不过呢 请你搞清楚 人家那是雾 不叫霾 啥叫雾啊 雾是空气里面 主要有水气凝结成的 它颗粒比较大 霾指的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 我们最关注的 说的最多的是PM2.5 就是直径小于2.5微米的灰尘 这种粉尘 这种尘力呢 它由于太小 只是头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 它没有办法被人类呼吸系统的过滤功能 自己挡下来 所以它会直接进入肺泡 直接进入循环系统 而且它还和别的污染物 在空气中产生化学反应 它毒性非常大 而且它太轻嘛 它在空气中长期悬浮 还可以随着气流远距离输送 我们最关心的就这事 所以也不要再有人跟我说 哪哪又起雾了 好吧 我们就盯住一个东西去看 就是空气里面PM2.5的浓度 那咱们说这个中国的雾霾 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现象呢 非要找个准确的时间出来啊 确实也比较难 这谁也说不上 那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 我做了点功课 我去查了一下啊 我最早看到的 抱怨北京雾霾的帖子呢 对不起 是在2003年 最早出现在2003年 那个时候啊 还很少有人用雾霾这个词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抱怨 这个北京这个雾啊 就让喉咙很难受 咽喉难受 产生呼吸系统疾病 土的痰是黄的 而且这个雾里面 它有些古怪的气味 我看到的抱怨 就是2003年 就是2000年代初 在此之前 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抱怨北京 到了春秋风沙大 沙尘暴 这方面抱怨比较多 那么 这个雾霾 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 全国性的现象呢 大概是在2013年开始 因为之前大家主要谈的雾霾 是在北京啊 最多有的时候出现在天津 唐山 石家庄 就是河北 金晶记这一带的地方 但是从2013年开始呢 它就成为一个全国现象了 所以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的东部中部的全部地区 金晶记和往下淮河长江下游到长三角 这个雾霾连成一片 那那一年上海 北京这些普遍都达到了重度污染以上 那么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 超过最高值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最高值的严重污染的 接近三倍 是这么一个程度 我看到好像是最严重的河北多地啊 就是它那个PM2.5呢 已经是破签了 对石家庄 那一年在石家庄是册 是破签了 所以大家知道它那个毒性有多大 这种作品其实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大家相当的这种惊叹呢 就是整个大白天的 人就像在一群暗夜当中游动的那种幽灵一样 哎呀当时看来真的是挺震撼的 对 今年冬天呢还出了个事比较搞笑 也是在河北的高速公路上 然后呢有一个老大娘下车找厕所 然后就迷路了失踪了 最后在十公里以外一个地方把它找着了 就是基本上伸手无垫无指了吧 就是能见度很差了吧 这个是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况 从2013年开始变得很严重了 那么中国现在搞了一个空气污染预警系统 所以大家看到有橙色警报啊 有红色警报啊 它起始于2013年 2013年这个系统上线运行以后 空气污染分为四个等级 就是蓝黄橙红这四个等级 蓝色呢就是最低等级 红色就是最高等级 此后啊北京还有多次严重的空气污染 雾霾现象 但是呢在2015年12月8号之前 这个红警啊 从来就没有被拉响过 那这为啥呢 其实你想想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搞了一个空气污染的预警系统 你一上来就是红色警报 那说明你是这个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你才想起去搞这个预警系统的 那别人就会问你之前干嘛去了呢 对不对 他就免不了这个指责标准 所以从2013年开始 中国开始启用空气污染预警系统 然后政府体现出很大的决心要置埋 到今年这个情况呢 基本上是收效顺微或者没有收效 甚至很多民间的批评说 真是越智越污 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情况 就为啥它会越智越污呢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也去做了不少功课啊 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学气象的 我这方面也没什么专业知识 那就只好去燃烧点脑细胞 去查查资料 我查到国内有一个学者是 北师大的一个经济学家叫汪丁丁 他的文章里面呢 是引用了一个统计模型 这个统计模型 咱们简单描述一下 我回头再来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他是说 当空气中的污染总量 低于一个数值的时候 任何一个污染排放源的增加 都不足以导致持续的阴霾天气 就是说这个空气污染的总量 它在一个数值之下 你单单是燃煤排放粉尘增加了 或者汽车尾气排放增加了 它都不会导致说长时间的出现这种灰霾天气 但是你一旦污染物的总量超过这个数值之后 那么你去减少每某一两种污染排放源 你比如汽车尾气 单商号现行 或者是把民间的这些小锅炉你都给关了 都不足以减轻阴霾的程度 它所关注的就是这个污染物总量这一条线 这个总数值 就是说你超过这个总数值以后 你再去加大植物力度 我什么节能减排 这个时候你的投入和产出之间 就不是一个线性关系 这个污染物总量 它这个临界点在统计上叫伐预值 伐就是伐门的伐 这是不是很难听懂 还好 老实说 我第一次看这个时候 我也听着挺二胡的 我也觉得很难听懂 所以我后来又去查了一下这方面的文章 去做了一下恶物 所以为了做这期节目以后 我是没少死脑细胞 后来大概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它的大概意思是说 污染物总量 你如果长时间的超过一条线以后 这个气象活动它就形成一个模式了 它形成一个模式以后 它就有惯性 就有稳定性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要加大植物力度 我要减排 我不准烧烤 我甚至家里做菜都不准炒 都不准放油了 都不准有油烟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去做的话 就不是说我投入越大 力度越大 这个效果越明显 就不再是这种关系了 它就不是这么一种 线性函数关系了 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好理解的话 咱们就更通俗一点讲 你就把雾霾当成个生命 意思就是说你把它养大了 它长成形了 长定形了 这个时候你回头再来治它 就难了 其实这个理论也不太难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让北京的工厂停产 你看现在不是又让唐山的工厂停产了吗 是吧 我看那些工厂 当然它是炼钢厂 是燃煤大户 是排污大户 但是它现在也没有什么动力迁出 你让它一年停产了100天 我估计它也就倒闭了 你说你让工厂停产 你甚至不准大家炒菜 都不准有油烟了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呢 一段时间内是减少了 但是你从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 比如是半个中国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 比如一年 其实污染物的总量在空气中已经那么多了 你这段时间是不准大家做这个 不准大家做那个 其实也减少不了多少的 那些污染物它就在空气里面 就在那循环着 它不在这就在那 因为PM2.5这个东西 它很轻 它可以悬浮在空气很长时间 而且它随着气流的流动 它可以到处去 它就算暂时没有体现出雾霾 这种气象现象出来 它其实也在那了 它还在那 只不过你暂时看不见它了 一到冬天 这个冷空气下沉气流一下来 好 这个雾霾就又来了 所以它这个意思说的也不是太难理解 就是你其实总量并没有减少多少 那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怎么就把雾霾这么个东西养大了呢 给它卫大了 长成形了呢 那当然就是涉及到几十年来置无不力的问题 我这个闹钟提醒我了 大概咱们应该进广告了 对 我提头来见 就是说如果2017年北京还有霾 王市长说我提头来见 结果今天还就真有 还是跨年霾 雾霾既进入了新世纪 也进入了2017年 然后呢 王市长的脑袋呢 也还在他脖子上安安稳稳的待着 也没人承担责任 所以说现在大家可能就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按照讲的那个统计模型 污染物总量超过一个伐育值以后 大家要做好准备 这种灰霾天气恐怕会常态化 会长期化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污染治理啊 污染产生 它未必是一个政治问题 污染治理 它一定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在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 人类对自己活动和环境的关系 没有一个正确认识 而且资本主义有利己性嘛 对不对 它就求个人到这个利益最大化 别的不管 所以污染的产生 它真的不一定是政治问题 是一个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 但是治理不一样 因为污染治理需要国家层面立法 需要政府制定政策 需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来治理 还要平衡若干利益关系 它一定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这个处理当中啊 第一要有独立的司法 你要确保环境立法能够贯彻实施 违反环境立法的会受到惩罚 你不能说这个工厂是我本地的产值大户 纳税大户 它虽然污染很重 但是政府向法院施加压力 你就不能罚它 你造成失业了 你要承担政治责任 那这种情况不能出现 同时还需要独立的媒体 去监督政府实施 你是不是施政把保护环境放在优先地位 你得监督企业 有破坏环境的你得立即曝光 这是媒体 还要有独立的公民团体 它要教育民众 团结民众的行动 环境的诉讼经常是集体诉讼 你公民个人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 往往是弱小的 你需要活跃的民间团体 结成社团和那些大公司抗衡 是吧 你这个才有力量 好 那今天时间有限 那么我们雾霾的话题就聊到这 好的 我们期望着中国人民能够在新的一年解决雾霾的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在讲话的今天 中国又再度陷入了严重雾霾之中